各位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朵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正如你們現在就看到了 你們現在看到的是伊松佐 伊松佐在昨天釋出了最新的更新檔 還有一個新的陣營 兵營叫做 德意志帝國 那今天的影片非常的短 那昨天我有錄了影片 但是呢 我 沒有上傳 我沒有上傳的原因是因為呢 上傳的部分斷了 那我沒有存檔 我玩了一個多小時 那我必須說 這是一個全新的遊戲 我所謂的全新遊戲是他更新的很多東西 那職業的更新檔我還沒有去看 不過呢我先跟大家看一下 他的德意志帝國 對就是德意志帝國 現在多了一個德意志帝國 那會不會出新的 其實我很懷疑 因為旁邊還有空檔 還沒有空檔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在德意志帝國裡面這邊來講的話 他的兵種來講 他的兵種來講的話呢 看一下 他我們不用充電了 其實我看了我蠻開心的 因為終於會不用充電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指揮官 指揮官部分的話呢 那這個還要到時候再去解壓這個成就 解壓這個成就 然後再來的話 你看一下 這個是跟之前是一樣的 跟真的是一樣的 那這個的話也是 這個的話 我們還是到時候 因為這為什麼都這樣 喔喔喔喔 了解 這個 這個跟之前的那些兵種的指揮官呢 好像也是大重調異 也是說 那是指揮官的 那這個是 沒什麼 沒什麼變化 這是指揮官 那我們再看一下 步槍手 步槍手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 就是德制的自私步槍 就是葛威爾 茅舍 就已經變成這種的 茅舍這種自動步槍 這種栓型的自動步槍 他現在改動栓型的自動步槍 那這個是沒什麼變化 這個就是 有點像是 那個 補給兵 不像我算是補給兵 那這些也是 那這些也是 再來是工程兵 那工程兵的話 這個到時候還要再解鎖 這個到時候還要再解鎖 這個我會花 我會花一點時間 我會上傳 到Youtube上面去 那如果你本身 你已經玩過戰地風雲 的話 你會覺得 這有些武器 其實是很 你應該是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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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卡兵槍 還有魯閣 太好 太好了 終於有魯閣可以用 機槍 喔 可是我沒有看到MG-142 對 沒有看到 這是德制的 德制的那個 手滑 這一看就知道很明顯 很明顯 德制的手滑 我們看一下他 其實他跟戰第一的 這個得制的武器 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這個服裝還是有差 這個就是留學時間 支援機槍手 偵察 這是信號彈 這是信號彈 其實原則上來講的話 至少 至少 我們不用重練 太開心了 真的是不用重練 這巨型槍 看一下有沒有 熟悉的命 毛射 毛射武槍 昨天玩了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在 禁忌區域上面 殺死10個敵的 殺死 昨天有玩 我是 看一下 這個魯閣 毛射 太好了 這兩把 這兩把 神槍 兩把要死神槍 OK 以上呢 就是 德意志帝國 德意志帝國 我現在還不知道說 他的服裝有哪一些 他的服裝有哪一些 但是呢 我必須說 必須說 我個人感覺 我不知道我的感覺對不對 這個 TUV的這些 這些模組呢 我怎麼感覺 好像就是說 就說 你把鬍子拿掉 把鬍子拿掉之後 然後 你的模組是差一樣的 只是你換個衣服 然後換個得智的槍 得智的裝備 然後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個人感覺啦 我不知道 其他的玩家怎麼想 但是我 我實際上去玩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說會有這種 那種感覺 那當然啦 因為這是一個小的工作室 那 可能是預算有限 RP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一鬆走的 遊戲 未來的資料片 完全免費 不用錢 但是另外的 客製服裝 你必須額外再付費 但是他沒有強迫 你一定要再 再付費 這是我個人覺得非常欣慰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事情 他沒有強迫你一定要 那他也不會出一些很奇怪怪的兵種 要你一定要購買 目前沒有 那這個遊戲會不定期的更新 但是他一定說他一定會更新 不定期的更新 就如同我的Youtube一樣 不定期的更新 OK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晚一點的時候呢 我會上傳 這個 移送手最新的 遊戲影片 我昨天有玩了一下子 那他有 他有更新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 地圖場景 包括場景 這些等等之類 但這些東西的話 還是要戴耳機 去體驗 我強烈建議你們 看我的影片的時候 看一松阻的時候呢 強烈建議你們把耳機戴上去 你才比較容易感受到那種震撼感 尤其這次更新之後呢 那我的耳機呢 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那種變化 可以把影片感受到 之前是 感覺不是這麽的明顯 真的不是這麽的明顯 OK 最後呢 感謝我 新訂閱的頻道 那 我會持續不定期的 上傳遊戲 影片 現在我有時間的話 我是地圖 我們 下個影片 得意之地 再見 食美菜 拜拜